佩奇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 发生什么事了 哼 丹尼和苏西居然像我胖得像头猪一样 难道我真的很胖吗 呃 有办法了 佩奇 快跟我来 我来帮你减肥吧 哎呀 我走几步路就累得不行 怎么减肥呀 来 张开你的双手 不对哦 再来一次 跟着我学 这么简单呀 好期待我瘦了的样子呀 哦 耶 我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减肥成功 佩奇加油 你可以的 就这样 佩奇开始了每天坚持跑步 跳健身操来锻炼身体 哇 佩奇 你变得更强壮了 日复一日 周而复始 皇天不负有心人 佩奇竟然拥有了曼妙的身材 哈哈 我终于成功了 佩德罗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佩奇 你真是好样的 你现在都可以去评选世界小猪了 佩奇高兴的欢呼了起来 小马佩德罗被佩奇坚毅不拔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 这时丹妮和苏西经过 哇 佩奇你变得真好看了 哼 关你什么事 我才不会在乎你呢 丹妮被佩奇深深的吸引住了 佩奇 你可以和我做朋友吗 哼 佩奇不需要你这种戴有色眼镜的朋友 佩奇 我们走吧 好 小宝 快把这满地的垃圾打扫干净 警车小宝宝接过工具就开始打扫了起来 嘿嘿 我要把这些垃圾倒进马桶里 天呐 这么多垃圾全都丢进我的肚子里了 我根本消化不动 哦不 马桶发疯了 好臭呀 救命呀 哎呀 我的肚子好疼呀 糟了 哥哥 马桶正在释放有多气体 什么 马桶竟然变成了恶魔了 嘿嘿 我的防毒面罩终于派上用场了 哼 雕虫小技 发射毒气 马桶恶魔正源源不断地朝小兰发射出毒气 我喷 我喷 喷喷喷 哈哈 毒气终于没了 现在就轮到你了 小兰对着恶魔马桶一阵狂喷 终于恶魔马桶被消灭了 哇 我终于恢复正常了 小宝 往马桶里倒垃圾是不对的 知道了 哥哥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犀牛爸爸正在陪小犀牛 在院子里玩游戏 爸爸 我拉臭臭了 别担心 爸爸现在就给你换尿片 哈哈 终于舒服了 哈 换下来的尿片好臭呀 嘿嘿 我可以把它丢进马桶里 哈哈 把尿片冲进去 这样就干净了 哼 你们这些坏蛋 竟然往马桶扔尿片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爸爸 马桶变成了恶魔了 咱们必须和它作战 看我的 我的马桶塞可是很厉害的 我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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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戳 犀牛爸爸的一顿操作猛如虎 终于尿片被吸了出来 哇 终于舒服了 对不起 我不该把尿片丢进马桶里 爸爸 以后一定要记住了 哈 救命呀 天呐 被雨淋过的树林瞬间失去了颜色 风好大呀 我们该怎么办呢 糟了 我的小熊 天天为了救她的小熊 愤不顾身地扑了上去 哈 救命呀 不好 天天掉进洪水里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救救她 天呐 城市怎么全都变成灰色了 太可怕了 救命呀 快救救我 天天别怕 我们来救你了 阿琪和灰灰奋不顾身地跳进了水里 糟了 咱们也是聚累颜色了 不管了 咱们得马上把天天救起来 阿琪和灰灰拼命地滑动着气艇 救命呀 突然一根树干从天而降 不好 天天有危险 启动超能力 发生超声波 啊 我终于安全了 真是吓死我了 天天快上来 真是太险了 天天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狗狗们瞬间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糟了 我们的气瓶要被吸气悬屋里了 救命呀 可恶 我也要坚持不住了 启动超能力 天天凭借最后一丝力量 终于飞至了半空 救命呀 我该怎么救他们呀 咦 黑雨是从那栋房子喷出来的 肯定那里有问题 此时的天天已经气得双眼冒火 可恶 韩丁娜 原来都是你搞的果呀 快把解药交出来 哼 想得美 现在就让你尝尝我激光枪的厉害吧 发射超声波 韩丁娜瞬间被超声波震晕了过去 哼 是我一脚 韩丁娜直接被天天踢晕了过去 我要摧毁这个仪器 太好了 黑雨瞬间消失 城市也终于恢复了正常 哇 我们居然得救了 救命呀 太好了 我发财了 不行 我不能让爸爸继续错下去了 我要把阿琪救出来 嘿嘿 美人鱼真知见呀 来得 你来得正好 接下来的计划我们一起完成吧 什么 你要把阿琪也变成美人鱼吗 嘿嘿 没错 美人鱼可是非常的值钱的 这样我们就能发财了 天呐 这也太可怕了 几栋仪器 好期待呀 我要发财了 哈 仪器怎么失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可恶 谁把阿琪调换成娃娃了 哼 韩丁娜快吃我一脚 阿琪 你怎么逃出来的 哈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来得 你真是好样的 哼 我是不会让你继续错下去的 阿琪 别担心 我来救你了 太好了 来得 你终于想通了 哈哈 我们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吧 哈哈 是来得救了我 快束手就停吧 发射超声波 哎呀 好疼呀 对不起爸爸 我必须大意灭亲了 哼 我要和你恩断义绝 真是气死我了 韩丁娜生气地撕碎了和莱德的合照 哈 莱德 你没事吧 莱德难过得眼含泪水 对不起 你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韩丁娜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教训 这张相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嗨 就让它永远封存在地里吧 莱德把相片装进盒子埋进了地里 莱德别难过了 我会永远在这里的 嘿嘿 尼巴真好玩 佩琪和乔治竟然把尼巴甩到了刚晾好的衣服上 看见尼巴的那一刻 猪妈妈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天哪 妈妈晕倒了 妈妈 你怎么了 佩琪和乔治坐在医院的椅子上不知所措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狗医生走了出来 你们的妈妈病得很重 有生命危险 这时 狗医生叫他们过去 想救猪妈妈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找到千年人参配上猪脑就可以了 只要能救妈妈 什么方法我们都愿意尝试 为了找到千年人参 佩琪和乔治翻山越岭地来到雪山 乔治马上就到山顶了 我们在家把镜 好的 姐姐 终于爬上来了 天哪 是白宝狗熊 姐姐快跑呀 佩琪和乔治被白宝狗熊吓得不知所措 慌乱之中进跌下悬崖 乔治你没事吧 快起来吧 那个难道就是千年人参吗 太好了 我们找到千年人参了 妈妈 我们找到千年人参了 妈妈你看 你们受苦了 我的孩子们 时间来到夜晚 猪妈妈突然推开房门 走进了树林里 兔妈妈突然从一旁的草丛里走了出来 原来她是来跟猪妈妈做交易的 哈哈 兔妈妈谢谢你 哇 这里有好多草莓呀 我们摘点去吃吧 妈妈帮你们冲洗一下 谢谢妈妈 你们两个再吃草莓 给你 你们都吃完了 这里还有香蕉哦 哈 算你有点良心 洗一下漆开打成果汁 大家就能一起喝了 哈哈 搞定 你们两个在干嘛 我们是想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水果 这里还有香蕉呢 哈哈 太好了 我三圈 又三圈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哈哈 可以吃香蕉了 哇 香蕉闻着真香 好满足呀 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水果 哇 是蓝莓 小粉你看 我找到了蓝莓 哈哈 我们一起干净切开打成果汁吧 把蓝莓全都均匀地切开 全部准备就绪就差炸汁鸡了 炸汁鸡我拿来了 哈哈 太好了 把水果全都放进去 盖上盖子 启动榨汁鸡 等一会就好了 哇 果汁炸好了 妈妈你看 我们炸了果汁 宝贝们真棒 妈妈在帮你们做一份其他口味的 香香 还有什么 再去拿点草莓来 妈妈好多草莓呢 是的 宝贝 一定要清洗才能榨汁哦 妈妈 我会洗干净的 哈哈 哈哈 真是乖宝贝 草莓切好放进去 再来一个苹果 哈哈 好了 哇 终于可以喝到果汁了 果汁好了 宝贝们快来喝吧 妈妈这的果汁真好喝 是啊 好好喝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